各位客观你们好 欢迎来到天上人间 我是你们的诗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 无论从电影的海报 电影的剧照 电影的故事情节 任何一方面来说 都符合了 岛国爱情动作片的要素 谈兄妹之间的乱伦 新婚前的出轨 旧时光还能回来吗 错过的恋人 还能重新回到过去吗 前方高能 请各位看官慢慢欣赏 让我们一起走进 国口的两人 天朗气轻会风合唱 小本独自一人在河边钓鱼 突然电话响了 是小本的父亲带来的 父亲告诉小本 阿美要结婚了 如果有时间就回老家一趟 阿美这个名字 唤起了小本太多的回忆 鱼竿的微微震动 把小本从回忆拉到现实 当他提起鱼竿时 鱼已经跑了 满怀心事的小本 腿然坐上了返回老家的火车 终于到了老家 早上小本还没有起床 就听到了一连串的敲门声 这个时候来的只能是阿美了 他吃惊地摸着小本的三毫米短发 并且调侃小本是不是刚刚放出来的 一边不停地说着话 一边帮小本收拾着屋子 阿美说的都是些家常里短 陈年旧事 表情自然动作熟练 经过几分钟的突击 房间勉强算是收拾好了 小本和阿美坐到了桌子两侧 不停叨叨的阿美 这次仿佛正经地起来 问小本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最后一次喝咖啡 是什么时候 小本仍然视若无睹 表示不记得 阿美也并没有生气 非要小本陪着自己去挑选家电 商场还没有开门 两人只好先到拉面馆 叫了两碗拉面 在面馆 两人再次闲聊起来 小本问起阿美的近况 阿美说 自己无业游民一个 偶尔搭搭散工 赚个零钱 小本朝阿美一笑 表示自己也是一样 这下阿美开始嘲讽小本 你一个男人不思进去 不好好工作 还不如滚回老家 倒可以省个房租钱 小本忧愿地说 就算我回老家 你也已经嫁人了 采购完成 两人一起回家 路上小本问起了阿美 未婚夫的状况 未婚夫年届四十 是一名路上自卫队员 光是年龄这一项 就与阿美不是很合适 阿美却嘴硬地说 人家那叫专一 哪像你 这么年轻 就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这句话明显把天聊死了 两人一直沉默到家 到了家里 两人一扫刚才的尴尬 在一起愉快地 进行了丰盛的下午茶 阿美秀出了厨艺 还是熟悉的感觉 还是熟悉的味道 下午小本在楼下休息 阿美跑到楼上去收拾东西 已经好一会儿了 阿美还没有下来 小本走上了楼 等在那里的阿美告诉小本 他找到了好东西 要与小本一起分享 原来那是一本相册 里面全都是两人的黑白照片 那时候小本二十五岁 阿美二十岁 与其说是照片集 不如说是二人姿势极紧 小本仿佛对照片并不感兴趣 淡淡说 这东西早就该扔了 阿美却拿起相册 翻到富士山口的激情照 这是阿美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那天小本喝醉了 喊着要跳下火山口殉情 激情过后 小本才稳定了情绪 并且拍下了照片 照片看完了 东西也收拾好了 装好了电视后 小本似乎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阿美坐到沙发上 招呼小本一起过来坐 小本稍微迟疑了一下 这引起了阿美的不满 大力拍打着沙发 小本无奈 只好坐到了阿美身旁 阿美的手不安分起来 慢慢地伸向小本 她问小本 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但是我要走了 阿美想要小本留下来陪自己 不等小本反应过来 阿美的嘴已经和小本稳在了一起 脑子没反应 不代表身体没有反应 小本的手已经熟练地伸上了 阿美的下身 还是熟悉的感觉 还是熟悉的尺寸 心房 心床 一对老熟人 热情似火 汗流如注 激情过后 阿美告诉小本 自己想要一个孩子 可是自己查出了子宫肌瘤 怀孕的可能性很小 性爱就像吸毒 有了第一次 那么你就上瘾了 第二天 小本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 他狂奔到阿美的家里 粗暴地将它按到桌上 他放飞着自我 阿美嘴里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两人再次相拥而眠 出了一身汗的两人自然饿了 阿美将小本领到一家猪肝饭店 这是小本的最爱 小本一边吃 阿美一边说 以后不可以了 说好的就一次 小本却并不认账 其实小本并不想破坏阿美的婚礼 只是这种事情一旦开始 停下来就困难了 阿美的未婚夫 还有五天才会回来 来吧 放纵吧 反正有大把时光 吃完饭到了家里 两人就迫不及待地来了一发 荒唐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除了床上剧烈的运动之外 两人也会一起研究一些美食 来补充巨大的能量消耗 吃完东西后 两人又会来到床上 有时候两人也会聊聊天 这天阿美突然肚子疼 小本温柔地为她做着按摩 并且专心地分析着原因 一定是因为阿美从小胃就不好 加上这几天运动太剧烈而导致的 面对温情的小本 阿美迷茫起来 如果面对未婚夫 自己是绝对说不出 要去拉肚子之类的话 小本安慰阿美 你们将来会是最亲密的关系 所以时间会解决一切的 阿美还是说 自己只有在小本面前 才能真正地放松 毕竟两人一起长大 又是堂兄妹 两人都发现离不开彼此 转而开始疯狂地向对方索取 在风里 在雨里 在床上 在旅店中 在街角 在车上 两人聊着天 聊起分手的原因 聊起小本的前妻 聊起现在的空虚和无所事事 最后一晚 小本竟然疯狂地想要阿美给他一个孩子 阿美当然拒绝了 第二天小本醒来时 阿美已经离开了 小本看着信 吃着冰淇淋 想着大概只有婚礼上再见了吧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 阿美的未婚夫因为紧急任务 导致婚礼暂时搁置 小本担心地拨通了阿美的电话 因为他担心是因为两人的事情 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阿美却告诉小本 未婚夫仿佛也不想结婚了 于是两人又走到了一起 阿美找到小本寄给自己的海报 一张漂亮的富士山图 指着海报说 三百年喷发一次的富士山又要喷发了 不知火山喷发后会是怎样的事件 小本说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现在我只想与你在一起 动人的情话撩动着阿美的心弦 两人再度开始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一切都交给心底最原始的欲望 然而 火山并没有如期喷发 两个人轻易地躺在床上 小本再次要求阿美为自己生个孩子 这次阿美没有拒绝 两人激情缠绵 拼尽余生 影片就在一片火山喷发的画面中结束 日本最古老的电影杂志 电影寻报 每年都会选出年度十家影片 2019年的第一名是 活口的两人 这是一部披着情色偏外衣的爱情电影 它没有像以往爱情片那样生离死别 没有传统婚姻的生活琐碎 它诠释爱情的方法很简单粗暴 想要在一起做爱 想要在一起聊聊天 仅此而已 它们相互拥抱 渴望对方的身体 渴望对方的碰触 难过时流泪 生病时安慰 它们会为对方做喜欢的美食 简简单单 这才是现实中大多数恋人的生活 喜欢对方 渴望对方身体 渴望着灵魂的交织 其实琴玉外衣的背后 表现了两人都是张前顾后 犹豫不决的人 面对悬而未决的世界 选择了几千悬而未决的生活 贪恋片刻 试图把那高潮几秒 死死握成永恒 电影的人物设置简单 场景也很少 最重要的剧情冲突 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这都不影响 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爱情加片 爱其实很简单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握现在 不留遗憾 影片看似颓废 其实处处透着真情 强烈推荐看看原片 感谢大家关注天上人间 实时在此 谢过各位客观了 欢迎下次再光顾哦